做完之后插入函数应该就会出现 那理论上就是按下插入函数 它会跳出那个使用者定义 理论上就是会一个 不过刚好同学好像变两 两可能就是 你那个 一个Module 1、Module 2 可能又放了同样的东西 所以它Proven不出来 所以 名称不能一样 Function你 就是取不同名称 即便在不同的模组里面 也要取不同名称 因为VBA里面不能有重复的名称就对了 OK这点很重要 比如说清除 那这边也清除那边也清除 都叫清除 它搞不清楚到底你是指哪个清除 所以要不就是清除1、清除2、清除3 就名称一样 但后面的序号可以不一样 这样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同学出现的问题都是 重复名称 造成的OK 那所以这边 那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会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 你可能检查一下 名称不能是sub 因为之前同学 出来 老师为什么出来 我看一下 原来你这边 把它写成sub 所以如果你将来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sub的话 那也不一定要Function就对了 反正这个规则 然后呢 只要是没有错误的话 它就会跳出这个来 按个确定 那它就会符合你 有点像量身定做的Function 好这个叫制定函数 那以后的话 你就一个Rover 一个坑就完成 所以你工作里面很多地方 也许都可以这样量身定做 以后的打跳出来123 就OK了 所以回去的话 这东西其实要能够真的用在你工作上 前提应该是熟练度 我觉得很多人用不出来是 就是好像很多地方就不熟 另外就是 熟了可是常常出错 如果你那些错误都不要发生的话 我觉得用起来还蛮流畅的 不过前提是 就是什么 很熟练之外 还要能够避开那些不必要的错误 那用起来就会 很顺手 OK 可是这个当然也不容易 只是我觉得 你就是说 尽量把我讲的那个重点记下就好 你也不要记一堆东西 记一堆无畏的我觉得倒 没有必要 另外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上课有讲到一些上课参考用书 也许你可以把它拿来看看 也许慢慢你就比较看得懂 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之前没有上课之前我看书都看不懂 看懂了可是好像也做不出来 那现在的话慢慢好像比较能够理解 书里面 他写的意思是怎么样 OK 因为你会做之后 你再去看理论 好像失误比较能够接受 那 所以这些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很严肃去看待这这门技能 或者叫专业 因为真的很花时间 我不能说这个东西不花时间就会了 如果不花时间就会那不是专业 对不对 随便一个人就会了 那如果你要真的能够把它学会 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花时间的方法 我应该都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 对不对 云端上都有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 你就很简单 论坛里面 所以我看一下大部分同学都有加 我们这一班其实还蛮积极的 另外的话就是YouTube 稍微看一下 里面我都有把 每个步骤都录下来 声音应该也都还蛮清楚的 画面也不算模糊 虽然没有说到1080 但720应该有 手机上你也可以看 反正你 只要有时间你就反复看 因为之前有同学比较认真做前面 他回去的方法就是一直 连回到家就一直放我的那个影片 一直放一直放 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学会的方法就是一直放 放到听到已经滚瓜烂熟了 然后闭着眼睛 他真的就打成字就 非常的顺 因为都已经听到已经 感觉变成直觉了 不过 我说不是每个人都 适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方 就是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怎么样 repeat 而且他好像是法律系毕业的 他以前说背法条就这样背 所以他把那个背法条的方法来背程式 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不过我觉得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你就找到一个 可以把它 记熟的方法 反正以后 我看他也蛮进入状况 所以看起来那个方法 应该也不差 OK 但前提 就是要多花时间 那刚刚那个fullmatch 那个function 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把它改成范围 OK 因为刚刚做完之后有个缺点 那个缺点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 一个一个的去点选 后来同学就说 老师可是我将来会有很多 很多蓝 我不止三蓝 可能我有十几蓝 那我这样刷一下就好了 那不是很方便吗 可是要怎么刷一下 这个好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你找房间的书籍 我跟各位讲 应该也找不到答案 好像 我翻很多本书 都没有一本书 讲到怎么做 那这个答案怎么来的 就是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很多方法 是我自己习惯的方法 怎么来的 就是做出来 答案就是说 我大概知道 因为我其他的经验 我把它 融入到这边来 我把它变出 我以前的经验 再融入到VBA的一种 比较好的答案 那我的答案基本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城市很短 一行 再短 应该没有更短的 第二个的话 逻辑简单 对 就大概符合这两个要件 就差不多了 所以不管我写什么城市 都是符合这两个要件 就是 城市越短越好 逻辑越简单越好 就这样 不管我写什么城市都一样 因为我教过的城市 超过十种以上 现在不只叫VBA 现在还蛮多时间交派上的 那两个不一样怎么办 反正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东西 主要是找出它 相似的一样的地方你就不用去看 你要找出不一样的地方 慢慢你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范围 改范围怎么做 如果你要把它改范围的话 一 切到VBA 二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其实有个简单方法 复制一下 你也不用重做了 因为重做的话 再重新插入一个 Function 太浪费 复制一下 跟刚刚一样 贴到底下去 但是记得要改几个地方 一 你的那个Function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 手机范围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一名称不同 记得你如果改这边的话 丢回去 你不能丢给手机 因为手机在上面 你要丢给自己 所以这边一样 加两个字 第二的话呢 就是 就是 引数不用三个 只要一个 好 这边可以把它改 手机 电信业者的范围 那问题来了 可是呢 之前是一个 两个三个 刚好三个储存格 可是现在呢 我要刷一下变成范围 其实在 VBA里面就是取了一个正列 正列就大瓜糊 会有三个东西 那我怎么去取的 第一个 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刷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一个给我 可是你却给我三个 那我要怎么切割呢 特别之后 我这边可以 先把这个范围抓到的东西 先丢给一个 A 这个A是自己取的一个变数名称 叫Array 正列 本来就是取一个A 丢给他之后 那我怎么抓第一个 其实很简单 他这边 类似像Sales 先列 再栏 所以 先列 这个第一列 这个第一栏 这个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 你只要刷5 A里面的 第一列的第一栏 就抓到这个 依此类推 有没有 1-2 1-3 当然你以后如果你还有更多列 一样的逻辑 先列再栏就对了 城市怎么写 概念大家知道 先列再栏 那怎么样把 这个概念呢 拿到城市里面 1 先把那个A A等于 也就是说呢 他 会选一个电信业者的范围给你 那你就先怎么样 先丢给那个A 那A的话里面就有三个东西 那三个东西怎么把它剖开来 第1个呢 就是A 刮壶 第1列 就是那个范围里面的第1栏 那这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第1列第2栏 有没有 所以本来有3个嘛 那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贴 有没有 这边改成2 第1列的第2栏 OK 那这边的话呢 第1列 第3栏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大功告成 做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OK 就是说把这个 先丢给A 那他就是分别在切割就对了 那这种方式的话 反正以后如果你很多栏 你就一直往后就对了 那你有很多列 反正一直往下就对了 这个部分可以取一个范围就对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特别注意 比较容易出错的是 因为我刚刚是从上面复制下来的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改 下面这边也要改 因为最常遇到就是 同学贴了之后忘了改这边 那丢回来的时候呢 他叫手机范围 你丢给手机 手机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接不到 所以回来可能变零了 接不到 OK 所以 OK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插入那个 使用者制定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范围 所以回去的话 工作里面应该有类似东西 请 多多练习 我想你多练习一个五次十次 应该就滚光烂的时候 闭着眼睛都会了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熟练度 熟了之后什么都 都不用特别去解释了 OK 就像好朋友吗 不用解释 对不对 一个眼神就知道 他在想什么 有这种朋友吗 不研究 就是 我反而好像 可靠度我觉得电脑比较可靠 人不太可靠 我有时候反而比较相信 电脑给我的结果 因为有时候人给的结果 真的还是要自己在验证一下 不然的话 这中间还是有个落差 电脑就这样 不就黑不就白 不就对不就错 就这样而已 好 按确定 再来的话 范围就给他一下 他就会怎么样 用一个阵列 所以你会发现他给什么东西 这个范围 他丢过来的话就是一个 正列 大瓜糊 所以Excel里面也有大瓜糊 就叫正列 这个正列的话我要把它切割 就是丢给A 由A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的话 我们按确定 你会发现结果OK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 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把它做出一个自定函数 还蛮好用的 确定一下 资料结果就OK了 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 再练习过 重点这边就要改 大概就改几个地方 贴过来 改这边 本来一个变两个 这边 这1-1 1-2 1-3 其他都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把那个手机的自定函数 改成用范围的方式 去做解析 那这个方法 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以后 栏数一多的话 那就不OK了 这个也是之前有同学问的问 我本来也是只有讲到前半步 后半步的话也是 想想对 如果要范围 那怎么做 坊间书籍又没有 比较好的答案 那之后 想想看 原来 这样其实 也可以做解析 试试看 好